六个符号英文法 一套能够教您能够用 并且能够考试的学英文方法 各位朋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 个人把自己的教学的心得跟教学的方法 拍成影片公布到网络上面来 供大家学习参考 那么这套学习的方法并不是一套理论 而是经过了很多年的实际的实验跟改进之后 发现这样的方法对我们华人来学习 可能是比较有帮助的 那么这段期间我们看到 不管是大陆的朋友 台湾的朋友 以及在海外的华人 都很努力的想要学好英文 那么我们这套学习的方法呢 就是集中在四个要点 首先呢 就是培养出一口自证腔圆有韵律的发音与朗诵 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发现最重要的 学一个语言就是要先能够开口 当然开口你还得发出比较正确的英语 这样子你说出来对方听得懂 对方说的你也能听懂 这样子才能够建立信心 建立出第一步的一个基础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英文说 我仍然要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字叫做still still 可是我相信好多的朋友都会念成steel steel 这是偷东西 所以到底是你是说我仍然 还是我在偷东西呢 那这两个生字其实很难分辨 这音怎么发 所以我们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办到你这个动作 比如说这个生字啊 是短音我们就撅嘴 所以请你撅起嘴来 still still it 这样子的声音 still 而这个是长音啊 那么就发长音就像微笑一样 steel 所以你就会变成steel 那短音就要短 所以你就念得比较快一点 still 长音就要长 steel 所以你仍然就应该说 I still 而不是说I still 我偷东西 那么在英文里面 除了字整腔圆 还有一个韵律的问题 比如说 非常的谢谢你 在英文里面并不是像中文一样 这个thank you very much 像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 而是有一点韵律 一组一组的 而且请注意声音是淡淡的向上扬 在英文里面 我们是没有所谓的三声四声 所以我们的声音不向下走 声音向上走 所以我们会怎么说呢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好 那这个声音呢 如果能够培养出来 即使你没有到美国 你说出来的音啊 都会有一点那边的腔调 我们就来利用网络上的电脑字典 发出声音来 让大家来参考一下 非常谢谢你 英文是怎么说出来的 谢谢你 very mu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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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真的就是有一点淡淡向上走 thank you very much 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方法 这是第一个教学的要点 就是发音 再来你有的声音 你还需要思考 这就是我们说的英文是单字加上文法的组合 单字要有声音 而文法要有思考 有了这个单字跟文法的结合 就成为一个个的句子 再用句子来不管是运用或者是参加考试 所以第二个动作就是你必须建立英文的思考架构 这思考架构就是英文的文法 不说大家看到这样子的英文 是密密麻麻的字 你就必须做一小节一小节的拆解 英文的文法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123加4 所以你看啊 先找到一 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了 就是主词动词 这叫一二 有主词有动词之后 绝大多数的句子都有第三个声字 就叫做三 所以一二三加四 那么首先呢 先找到一二三 这就是主词动词 以及接受动作的字 那么在主词动词中间 常常都有一个助动词 这没有问题 所以这里叫做你应该这个学习英文 怎么样的学习英文呢 后面再补充的这些字 用来补充用的 它可能是一个字 也可能是一个片语 也可能是更复杂的子句跟分子句构 那各位看到这个heart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字 努力用功的 什么时候要努力用功呢 the time就是这个时候 什么时候呢 好奇怪哦 这后面怎么有一个to come呢 这在英文就叫做后面翻译前面 你看到这个to come 就是去要来的 要来的 后面翻译前面 要来临的这个时光 意思就是在未来的时间里面 你要用功的学习英文 所以这样子一节一节猜解 理解什么时候要这样子看 什么时候要回头看 什么时候几个字要合在一起看 如果你懂这些观念 英文就比较容易学了 你如果能够建立这些思考架构 很奇怪 英文看起来就容易懂 懂了 念一念我就记得住 等一下我就可以相当正确的表达出来 那么这句话请看哦 You should study English hard the year to come 这就非常漂亮了 这就叫做文法结构 也就是美语的思考 那这是第二个 我们在教学当中教给大家的 再来就是中文变英文 我们学英文就是能够运用 说写 怎么样子把中文转成英文表达出来 这是我们一定要学到的 比如说我开车送你去机场 那这个话怎么说 我们刚才说英文就是一二三加四 所以你看人家怎么看 你给别人听给别人看 你要做一样的动作 就是你要合乎英文的文法 这里面的一是谁呢 就是我 我就是一 所以我们先说我 然后呢 我们再看到二 二就是动词 动词就是开车 开车这个英文字呢 就叫做drive drive就叫做开车 开车 然后带到第三个字 我要开车 就是在你 这个开车送这个字 就是drive的意思 所以我就drive you 我就开车在你 这个you把它给呈现出来 然后再来补充一下 还有什么资料呢 就是去机场 就叫做to the airport 这个就叫做机场 所以合在一起 各位就变成了 I drive you to the airport 那各位根据你刚才的学习的基本动作 先要有声音 要有文法一节一节的观念 所以你才能够正确流利的说出来 所以说英文就不像中文一个字一个字的 而是一组一组的 你会怎么说呢 一组一组来 I drive you to the airport I drive you to the airport 我送你去机场 那这样子就出来了 这是第三个动作 就是运用 但是如果还要升级 你就必须要增加你的单字量 当然单字很多朋友都是用背的 但是我们绝对不建议大家用背的 因为背非常的辛苦 我们用上下文 用有声音 有技巧的方式来学习 比如说我们先学习猜解 这个英文字呢 spetacular 叫做壮观的 我们就把它猜解一下 首先我们先抓到它的母音 所谓母音呢 就是AE IOU 各位很快的 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四个母音 那么有四个母音 在英文就叫做四个音节 所以这个字呢 会变成四个小字 我们在英文里面看到这种简单的字 but 那我们觉得很舒服 看到这种长的字 就觉得很痛苦 那没关系 咱们把这个字猜一下 你就会发觉这个字都变小了 所以六个方的英文很有意思 把大的变小的 把长的变短的 当然把难的变成简单的 这个英文字就变成了 spectacular 各位千万不要忘记 要有声音 所以跟着念一下 你就会比较容易记得住了 当然呆字的增加 还有一些小玩意儿 比如说but叫做但是 各位请看多一个T字尾呢 就变成了but 变成烟屁股的屁股 这个烟屁股的 再加上ER呢 就变成butter 就是早餐吃的奶油 奶油再加上fly butterfly 那就是天上飞的蝴蝶 所以各位看到英文的字 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就叫做英文字的家族 那么如果有兴趣 可以看看我们的书 英文字的家族 好多字就可以这样子 做些联想方式的记忆跟学习 不过真正的单字增加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不是用单字 去背诵 而是有声音 有文法架构 这样子完完全全是在 一个句子当中学习到的 这个样子的字 你才能够记得得 进一步呢 才能够运用 否则就像我们以前 嗯 背单字考试 考完就忘记 即使是记得住 也不能够听 也不能够用 学了 还是很浪费的 所以整个六个符号英文法 就是其中在这四个 学习的要点上 一步一步 非常有逻辑的 具体的带领着大家 把英文给学起来 学习六个符号的一个附加的好处 就是考试也变得很简单 那么虽然考试题目看起来也是很辛苦的 不晓得怎么做题 比如说这题就是一个多艺考试的文法题目 可是如果懂得六个符号英文法的分析 这种题目一看就知道答案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它下 各位看到这个句子 首先呢 放在句首 有一个although什么什么 这是一个副词词句 虽然怎么样 那这是副词词句 先不管它 我们要先找到的是 一二 就是主词跟动词 各位看到这里的主词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它给画一个细单线 那么he 请注意这个地方 一个and 表示有连结跟后面的人连结在一起 他跟他的什么呢 he is a former colleagues 这个colleagues叫做同事 一起工作的人 那么考试的时候 很抱歉 好多字 你可能都不认识 是的 你可能不认识单字 可是这个长相 你应该可以认识 因为这是主词 在主词的后面 at the Tokyo branch 这就是一个片语 形容词 这个片语 它就是一个借词加名词的现象 这个也不重要 我们在找的是动词 所谓先找主词找动词 好的 我们找到动词 动词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后面呢 又看到一个in contact 这又是个片语 片语呢 都是附属的东西 所以也不重要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最基本关键 就是这个是主词 然后要给我们动词 所以这个位置要选一个动词 这个动词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看到这四个答案当中 首先先去掉这个答案 在英文里面 v ing或者是to v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to remain 如果是这样子的答案 根本不必考虑 因为这两个 一个叫做 这个前面的叫动名词 后面这个呢 叫做不定词 这两个根本不是答案 我们根本不予考虑 所以这个先去掉 那么剩下了三个答案 各位再回头看 这里的主词 总共有多少人呢 一个是这位先生 还有他的这些其他的人 加起来起码两个以上 既然是两个以上 这个主词就是负数性的主词 这里呢 就是负数性的动词 所谓负数单数 这是各位在国中学过的 这里是单数的话 就是这个动词会加s yes 所以这个是单数 这个have has的has 在英文就是单数 所以各位既然这两个是单数 那么而我们的主词是负数 所以这两个也不必考虑了 因为他们两个是单数 那么既然是前面是不止一个人 那后面就用一个负数性的动词 所以这个答案就先remend 答案就出来了 这个答案选A 绝对不会错 所以在英文里面懂得这个观念 你的英文就容易作答了 那这个题目 我们还是给大家整个分析一下 我们最怕的就是各位指挥考试 考完了正确答案选出来了 嗯成绩也不错 可是这个里面的东西 你都没有真正的学到 或者是你不会运用 指挥考试 考试的成绩是假的 所以为什么六个符号英文法要强调 学用考同步 意思就是说 学了能够用 用能够考 考完能够用 而不是好多的学生只会考试 上了场就不能用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虽然呢 Mr. Smith has been transferred 虽然史密斯先生已经被调走了 transfer是被转调 调到什么地方去啊 to New York City 调到纽约市的这个分公司去了 不过 he and his former colleagues 这个 colleagues 就是刚才说的同事 在哪里的同事呢 后面翻译前面 at the Tokyo branch 在东京的这个分公司 这是国际公司 那么他们原来在东京的分公司的 这些同事跟他呢 仍然呢 remain remain就是刚才考出来的 remain 维持 维持怎么样子呢 in contact 维持联系 保持联络 所以这个答案我们选的就是remain 所以各位朋友这样子 是不是学完能够运用 运用完能够考试 这就是我们六个符号的精神 学完了考试的题目 也要把它附送念出来 这样子你对于里面的声字 片语才会更加有印象 现在我们就来念一下 although Mr. Smith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New York City he and his former colleagues at the Tokyo branch remain in contact 是不是这样子 对于比如说同事 college 就会比较熟悉的感觉 调拆 transfer 是不是也比较熟悉了 所以六个符号英文法的教材里面 不管是韩寿 还是会员专区里面 就是带领着大家学 学完之后 能够反复的念诵 这样子你才能够记得住 进一步能够运用出来 能够用 也能够考 当然了 我们也遇到好多的朋友 非常的聪明 或者是有语言的天分 根本不需要这样学 照样学的会 可是我们见到的是 更多更多的朋友 并没有办法 这么快的就能够学习 像我个人年轻的时候 一样啊 我也去寻求一些 学习英文的方法 比如说 我会听到有人跟我说 那你就去看英文的影集 你天天看 英文就会好了 有人跟我说 你去教个英文的朋友啊 有人跟我讲 你买一本好的文法书 回来认真的把它读啊 读啊 那么反正很多的方法 可是我发觉 这些方法 我好像都做不到 我真的没有那么的 这个天资聪颖 我办不到 所以呢 我还是需要一套 有逻辑 有步骤的 带着我 一步一步 学英文的方法 所以六个方法 英文法 就是这样子 希望大家 能够这样子 一步步的来 有效率的学起来 那么学英文呢 其实对很多朋友来讲 你都会觉得 这个是很花钱 而且很花时间的 所以我们真的很生气 咱们为什么要学习 这些英国人 美国人的这个英文呢 当然了 我们如果要对西方世界的了解 以及对于美国的这个竞争对手的理解 学英文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既然学英文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扩下一个人的眼界 学习到更多新的知识的工具 我们还是要花时间 花钱来学英文 可是我们要讲效率 就是说 不要花了钱 却没有效果 不要学了很多年的时间 却看不出成果 现在好多的朋友 从这边这个买一张飞机票 去美国 来回可能就超过三万块的台币 如果我来教你 你这笔钱 我可以帮你交的相当有一个能力 你还不用出国 再来呢 我们说学习是很花时间的 同样的好多的学子呢 在学校里学了三年五年 学不出个名堂出来 觉得英文很讨厌 相反的 你不要给我三年五年 你给我三个月 我来教你 我相信我就可以把你教的非常有信心 这就是我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 真真实实的帮助了许多朋友 把英文学起来 觉得学英文很有成就感 很有兴趣 那么这套方法 其实在我把它给创造出来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花很多的努力 好像从头脑上自然而然就能够流利的 就能够像流水一样的流出这些思考架构 这些好像都是上天给我的一个天赋 所以我不常着把这东西这个推广给大家 其实一开始本人并没有兴趣做这些推广的工作 我想的是去担任这个升学补习班的这个老师啊 又有名又有钱 可是奇怪了 在我做那些事情的时候 我的生活非常的不顺遂 很多事情都呢很倒霉 那么等到我去推广这些事情的时候 才觉得好了一点 所以好像这就是上天要我把这些东西 这个传播给大家 当然还有更好的方法 还有好多的朋友 你们根本不需要这样学 可是我相信如果有需要这样学的朋友 你跟我以前一样 我们并不是那种天资这么聪明的人 那我们就要找到一个具体方法来学习 但更重要的就是不要花太多的钱 所以我们这套方法 即使你来学习都可以利用很小的金钱 花一些时间就好了 找到方法对阵下要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好好地练习它 英文就能够很快地学习到了 这些东西就能够很快地学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